准备一根蜡烛,将它对准面前的机器缓缓加热 一段时间后,上方的转轮竟然开始高速旋转 哪怕在失去火焰的加持后,这样的运转仍旧能持续一段时间 这就是神奇的斯特林发动机 作为一种外燃发动机,它能有效效率介于汽油机和缠油机之间 而之所以仅靠蜡烛的加热,就能让发动机运作 是因为这是一种外部加热的敌视循环发动机 这个循环通过两个等温过程,和两个定容回热过程组成 实现发动机循环的关键就在于实现回热 简单来说,我们可以将它理解成气体的热胀冷缩效应 在火焰的加持下,内部的气体受热膨胀 导致转轮随之被带动,凭借这样的原理 斯特林发动机具备了诸多优点,就比如适用于各种能源 无论是液态,其开或过态的燃料,都可以完成使用 而且运行时由于燃料的燃烧是连续性的 所以实现了低噪音的优势,将它应用在潜艇上 就能得到较好的隐蔽性 除此之外,斯特林比循环中,公质和大气是隔绝产生的 所以它不会受到气压的影响,非常适用于高海拔地区 不过相比于其他发动机,斯特林发动机反应慢 体积大,热量损失大,也是不如忽视的缺点呀